嘿 大家好 我是Chill先生 我今天要來一個讓家長姐放雙手 吃飯的吃到飽的地方 跟我進去看一下吧 今天來到金山皇后鎮森林的海盜鍋 我們進到這裡面的話 我就先來夾點東西來吃 然後這個畫面是因為我一開始拍的時候 按到岩石這裡 這邊快速的瀏覽一下菜單 基本上就是讓你選 基本的價位是499加1成 然後每一個價位就有每一種不一樣的海鮮 或者是一些肉 我們今天就點了一個海鹿 雙人的套餐 選了最基本的湯底 一開始來的湯底好像是豚骨的 裡面有放一顆蘋果 這是甘蔗湯底在裡面 有甘蔗在裡面 這湯還算甜 我們今天點的是雙人餐這樣子 然後有羊胸 然後還有黑毛豬 價格是這樣 還有加一三 這個是雙人餐的肉上來囉 我們今天點的是豬肉跟羊肉 然後還有這個海鮮盤 它的海鮮都非常的新鮮喔 我們點的雙丁餐 有這個羊肉跟豬肉 這是可以選的啦 然後我們就選這兩個 因為我不吃牛 然後它好像也有牛可以選對不對 對就三選二 對然後這邊它有它那個鯛魚 這個不錯耶 然後還有這個是鱸魚還是什麼魚 不知道 它是鱸魚 對而且有兩個鮑魚 九孔包 九孔包 然後這個蝦子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那個扇貝跟那個 蛋菜先讓我下鍋了 這邊是它的青菜區域有這些東西 菜的種類不算多但是算是好吃的 一切基本該有的都有了 這邊是它火鍋料區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大腸跟豬蛇 接下來這一區就比較一般了 後面那邊有香菇貢啊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油條跟豆皮啊 這邊是海鮮區 有蝦子啊 螺肉 然後最後面那邊是小捲 我覺得這是它這邊最值得的一個 這個小捲不算大隻 但是因為季節的關係現在沒有很大隻 之前季節對的時候呢 這個小捲就非常的大隻喔 這個新鮮的小捲 算是我來這邊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喔 這一區比較特別的是最左邊的 它是豬肚 其他在一般那個火鍋店都會吃得到 然後這些魚蛋沙拉都是很常見 然後看到這邊我就發現說 他們是不是這邊有養豬 中間那個是豬頭肉 也算是蠻特別的啦 飲料方面有芬達可樂雪碧 然後冰箱有多一種蘋果汁 然後這個擺起來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 門口有糖果可以讓小朋友吃 醬料區 還有這些東西白醋烏醋香油 兒童餐具杯子跟碗 然後因為我在拍攝的時候按到岩石攝影了 所以現在都只能用照片呈現給大家看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可以很悠閒的是因為這邊人 沒有一次來有很多人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這個價錢我覺得是可以接收 因為你換到悠閒然後還有環境 我在想的話我看禮拜六人比較多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禮拜天來的 對我們每次都是禮拜天來的 然後這邊大家都是來露營的啊 對對對對對 而且露營的人他們會自己有露營的東西 對也不見得會來吃 對啊有那一泊二十啊一泊三十的 你在做什麼啊 你在兄弟喔 基本上這邊最大的價值就是可以把小孩子丟包在這個有兒童遊戲區 解放雙手 大人好好吃飯小孩好好的玩 你看他們就自己在那邊玩 然後根本就不會理我們 我們今天好像兩個人自己出來吃算 對他現在這個遊戲區有弄出來 之前是都收起來 所以沒辦法丟包 今天就可以把他們丟包在那邊了 哇太開心了 小平你在玩什麼 飯加加酒 你在煮飯嗎 好玩嗎這裡 好玩 還不錯對不對 這邊還有耶 這是自行抓喔 對啊 這裡好玩嗎 好玩啊 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這是豬舌頭耶 我平常去小吃店吃這個還蠻貴的 豬舌頭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塊 然後還有這個大腸 這個也很棒 所以原本第一次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 好像蠻貴的 其實我覺得還OK 因為有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是一些 骨髓什麼的 軟骨 然後腸澡吃 很腸 然後這個小卷自由 這個還不錯 它最近小卷沒有那麼大隻 因為現在的季節 因為我去別的地方買的都是小小隻 它之前來的時候呢 有時候 它那個季節一對的時候 來的是很大隻的那種小卷 新鮮好吃喔 好小皮 你來教大家怎麼樣用的 對啊 教一下大家怎麼弄這個棉花糖 這個棍子撈一些 對 先撈一些起來 好 可以 好 然後倒進去 倒進去 那按哪一個 好 這樣就可以了喔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加熱 打開 然後這個打開 加熱 好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等它等它 還沒還沒還沒 來看一下 是有一絲一絲的對不對 好轉轉轉轉轉轉轉 繞一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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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轉一轉轉一轉 有了 這樣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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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都是沒有 對呀 轉一轉轉一轉 來給你 嗯 珠珠你要幫忙 我全身都是沒有 好轉轉轉轉轉轉 再黏住 轉轉轉轉轉轉 轉轉轉轉 轉這個 你可以這樣轉啊 有沒有 有沒有 就變成一個球啦 對對對有沒有 好玩嗎 好玩好玩 好 哇怎麼那麼大了 哇 來看這裡 耶 哇 出來了出來了 看這裡 耶 耶 耶 來給你 好 再去拿一些小卷啊 然後會二刷的 就吃這些東西啦 我啦 雙人套餐裡面的蝦子 各兩隻 這個兩隻兩隻 另外就給秋太辣 然後比較一下 這個是吃到飽的蝦子 它就比較爛一點 然後其他的蝦子還OK 但不錯 也有這個蝦子吃到飽也還OK 然後秋小子一直跟我說 他要吃冰淇淋 所以只好 馬上弄一隻 解放自己的雙手 接下來值得一提的是 它有滷肉飯 它滷肉飯還蠻好吃 蠻特別的 我媽就特別喜歡吃這個 好 我來介紹一下 它這個滷肉飯也特別好吃 他每次來啊 我阿嬤啊 就是哇 都是吃這個 覺得搞不好變成總體了這樣子 我們可以照一下它 它這裡面呢 這是滷肉飯專門戶 對對對 它這裡面有肥的 然後它也有那種 就是瘦肉在裡面 就是它用蠻多種肉在裡面 然後我記得裡面還有一點點香菇 然後所以它有 融合兩種 就是那種南部的跟北部 對 對對對 然後這個特別好吃 我覺得 算是 就是我們覺得它可能是來這邊吃的主體啦 對不對 就是 欸 騙食量用的啦 騙食量量用的 對 不過這真的還蠻好吃的 好吃 餐廳裡面有一些海盜裝置藝術 可以來拍拍照啊 來玩玩看 這點還真適合小朋友了 上面看起來好像也有那個用餐區 然後有小帳篷 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這邊吹的是你看 我們這邊沒什麼人嘛 然後我們一個 兩個人 應該說一家子做一個好大一張的桌子 超好 對啊 對啊 還蠻爽的 所以蠻喜歡來這邊的 基本上接下來我們就一直在那邊坐著吃了 小孩就玩一玩過來吃 玩一玩過來吃 然後我們就滑滑手機 加加蔬菜 算是非常悠閒的度過兩個多小時 餐廳雖然有時間限制 但他時間到了也沒有趕我們 所以我們就慢慢吃完 然後結帳走了 好啦我們就總結一下 剛剛吃吃到飽的那個感想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有帶小孩來的話 可以丟包他在那邊 然後呢因為他那邊還有那個 冰花糖啊 然後可以讓你DIY 所以小孩玩起來就特別開心 那你就會特別輕鬆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兒童遊戲區 對不對 然後兒童遊戲區他們在那邊玩的時候 你就丟包就好了 現在玩具還弄得還蠻不錯多的 對對對 他之前疫情有一陣子是沒有玩具的 然後所以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就是單純吃飯 就沒有那個附加價值 就是對我們來說 故母就是這個是最大的價值 而且我覺得遊戲區 算是設置的還蠻安全的 對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位置很大 然後很快速 他那個位置整個 那我們兩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大概有八個人可以坐的位置 所以就擺得很輕鬆這樣 然後外面來看看風景這樣還蠻好的 然後第三點就是他選擇那個彈性蠻高的 就是說 他有一些 譬如說你吃餐嘛 那個你就吃自助吧的話 就499加一層 可是你如果想要吃好一點 你可以選什麼 裡面有一些海鮮啊 雙人套餐啊 對啊 海陸的 海陸的 有蝦子啊 大蝦子 大家還有更好的 你們就可以選擇這樣子 照自己的需求 對對對 然後第四點我覺得最好的就是說 他人不是很多 就之前疫情來的時候跟現在 欸其實 人都不太多 那你就會覺得用餐起來就特別安心 比較不怕被大家互相感染這樣子 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第五個就是說 他們的服務人員對不對 很親切 還算蠻親切的 對啊 然後常常會來問你說 什麼東西需要怎麼樣子啊 那其實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第六點就是 你覺得廁所還蠻乾淨對不對 對也是算寬寬的 對啊對啊 然後第七點就是 他有一些東西是 呃 蠻特別的 比如說有豬舌啊 然後有一些 什麼 小卷之類的東西 海鮮這樣子 然後 雖然說他有些東西 吃到飽的東西 肉片沒有 可是這些 欸有特色的東西 有一些那 你可能吃起來就覺得 還蠻划算的 這樣 補充一個就是 廁所裡面有尿布台 這個親子景點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對對對 然後要講到缺點的話 就我自己個人 覺得說 他沒有那種無糖的茶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 因為我覺得我常常吃一吃啊 嘴巴很膩 然後想要喝無糖的東西 那就沒有 那比較可惜啊 那可以喝水 但是還是會想喝茶 比較解膩 對那以上 大概就是這幾點 那缺點的話就是這樣 那畢竟他的價位 擺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 是CP值非常的高的 那你就想說 欸食材 花這些錢 然後食材這些 可是你還想 他附近的這些 這個食材都給你用啊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 好啦 我們今天用餐 大概花了1408 然後兩個大人 各100塊的入門票 可以全數折禮 所以最後我們 總共只花了1208 用餐完畢後 我們就帶小朋友去游泳啊 還水 然後去做DIY啊 餵餵魚這樣子 那因為片長的關係呢 我就把吃到飽 跟他裡面玩的部分 拆成兩集來講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